最近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学运真的是越演越烈了 就在刚刚台湾时间晚间大约6点10分左右 你有听到吗现场的声音 很多的枪声不断 在美国洛杉矶凌晨3点过后 美国警方是在UCLA的校园里头展开了强势清场 你看到这上百名的美国警方是持枪排排站 人手一枪通通站好了 对着谁对着学生 他们开始强势开枪清场 不过要强调一下 这些美国警方他们所使用的枪支 是发射橡胶子弹 同时随着开枪之后 他们还释放了催泪瓦斯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是烟雾弥漫 强势警力开始大规模清场 在美国警方的强势警力之下 学生们所搭建的这些木板 挡住警方不让警方进去的这些板子 通通被美国警方拆掉 往外丢 同时美国警方也是持续的发射橡胶子弹 你仔细听有现场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枪声 同时催泪瓦斯也是不断的释放 所以画面中你可以不断看到这个烟雾弥漫 那当然在这个优势警力之下 美国的警方就开始逮捕抗议的学生了 谁不离开谁就被逮捕 是大规模逮捕拒绝离开的抗议学生 另外一段画面我们来看到也是现场的一个最新 有很多学生他们的手是像这样 就双水杯扣在背后 用这个束带绑住 然后警方要求他要跪下 画面中就是学生跪在草地上的画面 那么虽然有些人被抓走了 但是多数学生他们是依旧不肯离开 嘴里是持续喊着口号 有画面有真相 你看到这些被逮捕的学生 他们被逮捕之后 美国警方是要求他跪在草地上的 另外这个画面也是最新的 就是目前在UCLA的现场 警方经过了强势清场 已经把学生刚刚看到搭建的木板等等 通通的拆光光了 所以现在学生看一瞬间留下来 他们是手勾着手 每个人就像这样 一个勾着一个 然后所有学生的脸上都已经装备齐全了 包括了护目镜 口罩 还有安全帽等等 每个人都这样勾起来 形成了人墙 跟警方在现场进行对质 这个画面是现在Live的最新画面 好 那你看到警方也是跟着学生 就是两个人中间是没有隔任何东西的 就这样展开新一波的对质了 好 那现在呢 学生不肯离开嘴里喊个口号 现在双方呢 是在现场进行新一波的对质 那依旧是烟雾弥漫的状况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现场的那个烟雾弹呢 是持续的释放 所以呢 现在双方是进行新一波的对质 好 如果稍晚这种对质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外界预估美国警方很有可能会再进行另一波的强势清场了 这是最新的画面同样提供给您了 大使你怎么看 因为美国听以色列了 现在也可以说是两党的共识了 尽管民主党有很多分裂的一个状况 来看到呢 5月1号的时候众议院用320票赞成91票反对 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 打击大学校园反犹太主义的活动 但是呢 大学活动是反犹太主义吗 你怎么全部都扣成反犹太主义呢 好 另外再来看到是 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呢 总统培卓 他也宣布呢 要断交跟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而且也认为纳坦雅胡 他就实施了种族灭绝 对 我觉得美国这个校园运动 会随着美国政府 不同地方政府这种镇压 会越演越烈 你可以看出来本来在纽约啊 还有一些比较这个 不是一个好全面性的 现在好 从东岸一下跑到西岸 而且西岸这一次这个 美国这个加州的警方 进UCAL 已经开始用橡皮子弹 所以原来还是用电极枪 现在已经开始打橡皮子弹 我是希望不要演变成 最后是真刀真枪打起来 因为这个啊 这种啊 暴力是会什么 会不渐升级的 然后美国国会这个时候啊 投这个票很奇怪 意识 你知道这些好很多很多 尤其在言论自由 言论表达的自由上面好 他反对的是你怎么样 使用暴力 使用行为 那你心里的想法化 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这些限制的 你可以主张 你可以主张任何你认为 你想要主张的 就叫言论自由嘛 对这个也不能讲 那个也不能讲 对不对 而且你去考虑到人家意识 对不对 这就很恐怖啦 那美国怎么时候 沦落到现在去管老百姓的意识 你知道当初 他们这些建国者 这些清教徒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 在欧洲社会受尽了怎么样 受尽了这些欺压 所以他们才到一个新世界 强调什么 人人生而平等 强调什么 自由 思想意识是自由的 怎么告诉你 你去现在限制人家意识 你怎么评断人家 今天有没有反犹太的 对不对 那犹太以后就变成什么禁忌 你都不能够做任何的这个 不同的负面的说法 这个尤为美国基本上立国的 所谓的 这个言论自由的 基本的一个铁律 那我觉得这些 今天把这个整个学生的思维运动 还有他们的抗议 标译他们是反犹太 其实完全错误 他们不是反对任何一个种族 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是反对今天在加萨走廊 对于手无寸铁 这些弱势的加萨 这些 这些巴勒斯坦的 妇女 跟他们的劳儿童 免于遭受怎么样 这个残酷的 这个屠杀 然后对于这个巴加萨走廊 现在还剩下170万 这些巴勒斯坦人 进行赶尽杀绝的种族灭绝 反对的是这个 可是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政府 整个政治机器 已经被就是说 被利益团体 我说就是说 美国这个政治本来是 利益团体是天津地狱 可是利益团体 你不能最后 你绑架了美国的政治机器 对不对 那正好是选举年 你就看到美国的政治机器 基本上 完全不顾美国这个国家的 立国的基本精神 然后呢 来绑架这个 这个美国的政治机器 对他自己的人民进行迫害 我是觉得 你不要说 上个月我都不相信 会发生这件事 虽然美国的民主政治 在快速的这个腐化当中 可是没有想到腐化这么快 那我是认为 这一次 这个美国这个 整个 整个这个政治 被绑架的政治机器 跟广大的人民的良知 开始冲突 那么最后谁会赢 我还是为人民的良知会赢 你不要以为 这些年轻小孩子 就会被你这样子 让他放弃他们的理想 就跟你 在你的橡皮子弹 还有这些学校里面 威胁把你开除学籍 威胁怎么样 不让你去那个 学校的自助餐里面吃饭 这一些作为就会被吓到 我觉得 这个 美国可能 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 我觉得这个学校园的动乱 会怎么讲 会蔓延 会溢出 会变成整个社会的运动